5月19日网传一份通知公告说 被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非紧急的出入境业务都缓办 也就是说如果办护照或更换护照的目的 直至旅游的话 现在全国各地都已经暂停办理了 如果你是留学等必要原因还是可以办理的 各地网民纷纷留言说 我要换护照 让我疫情过后再来办 我说现在各个部门都已经预约工作了 这算疫情过了还是没过呢 武汉不让办大连停办 湖南也不给办护照了 恢复时间未知 家中有亲人护照到期去补办 被告知疫情期间无特殊原因不予受理 之前得知某大城市停办护照 现在看来是全国范围内的事情 还有一名江西南昌网民也称确有其事 他已到期的护照目前无法换新 有网民质疑护照是任何一个公民 都可以获取的重要身份证监 除了停止办护照 还有不少网友说 各地正在收缴个人护照 推特网友周玉田4月12日曾发消息 他之前收到一则爆料信息 中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下发内部文件 按省直辖市123县市步骤 逐步收回公民因私个人护照 无法收回的情况按取缔处理 因公护照必须是省级外办 省外经委 国台办 省公安厅 国安局 国务院外事办统一核准 5月8日台湾财讯网引述分析表示 为应对外汇流出 中共在疫情还没有真正结束时 就强迫复工 但是没有订单 接下来很可能就是禁止大陆民众出国 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国家发改委等12个部门4月27日 联合发布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将于6月1日起实施 中共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说 网络安全审查重点评估采购 网络产品和服务 可能给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行 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新规定所指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包括电信 广播电视 能源 金融 公路水路运输 铁路 民航 邮政 水利 应急管理 卫生健康 社会保障 国防科技工业等行业领域 广西南宁一政府部门采购商 韦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现在中共政府对网络安全的要求 可谓前所未有 现在受管制的领域已经是全方位的了 特别是现在通过大数据来管控 其实想起来恐怖 它可以定点通过数据管控到每一个人 现在整个社会好像全方位都受到挤压 北京市人王藏对此发表看法说 封闭人的大脑 嘴巴 是各种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办法的根本目的 两会前夕 5月20日 中共内部发出通知 从20日起 网络的国际线路采取断网措施 对企业 商业 家用网络的国际方向业务全部断网 只保留政府高保障类国际业务 而且要求所有的用户自我审查 并保存上网日志 该通知要求所有相关工作人员 严格执行断网的规定 若发现违规将被辞退 严重者或面临拘留或坐牢 中共防火墙在2001年建立 源于江泽民集团为堵截法轮功修炼者 传播他们受迫害的真相 随着中共对信息管控逐步升级 防火墙监控范围也扩大到其他团体 乃至所有不立其统治的信息 同时 中共还试图把防火墙及大数据监控 从大陆扩展到世界各地 外界关注内外交困危 深陷末日危机的中共 加强控制国民与封锁网络 5月9日 美国前白宫战略顾问班农披露 推倒中共防火墙的计划 已经列在美国政府的日程表